老猫中风案例 2018年1月19日 家中的老猫尖叫一大声 旋即呼吸困难 动弹不得 之后患一阵阵低沉哭声 壮胜痛苦 女主人是原始点学员 以往她的老狗有类似情况 马上送受医诊所诊断为中风 即使做X光及大量检测 服用不少药物 但没有好起来 不久便往生了 故这次老猫遇上同样问题 主人坚决不把她送医院 当时猫瘫软无力 女主人了解 她需及时补充大量热源 维持生命与修复 马上拿电热电裹着猫帮她温敷 见她呼吸不顺 她试着医急救处理 先轻柔其上背原始点 再按她头后及耳后原始点 边轻柔边安慰她会没事的 只要热能持续补给 很快会好起来的 一日见她已好些 但站力仍乏力 走动时左后腿是拖着的 明显有体伤及无力 女主人马上向多伦多原始点服务站咨询 中心人员强调 多伦多正直严寒 长者溢出状况 故老猫此时更要小心照料 建议按以下方案施行 一、给她穿紧身衣后 放小暖包与臀部 安置猫与猫笼内 内置热电坐24小时温敷 与笼外放一暖炉 如家户病房般 隔离其他猫的干扰 使老猫能全程静养 二、饮食已煮过一次的五十克干浆 加小量身 以一公斤水煮开 做整天之饮料 以十股饭加肉、菜、姜水打成糊 以针筒每天喂两次 三、早晚各按推头部、上下背部、臀部原始点一次 四、待猫较有力气 便鼓励它日间及饭后多散步 头几天猫仍表现得很疲惫 它了解到猫正需多休息 让身体自然修复 故尽量谨循前述方案进行 猫中风那天起皆无排便 女主人很担心 忠心安慰说 目前只需着眼与热能 当它补足热能 发挥自愈力 便有足够体力排出体内垃圾 尽力协助其提升体力便是了 处理经过 第二天可站立片刻 呼吸完全顺畅 第三天可稍微走动 但屡次跌倒 第四天可自行走动 但左后腿仍见乏力 偶尔还是会倒下 第五至六天有明显好转 走动时双脚已较之前稳定 第七天走动已与其他猫无异 开始排便 第九天大致恢复正常 精神好很多 能自行跳上离地近四十公分的玩具屋 非常活泼 前后比对 第四天 第七天 处理心得 女主人感慨 以往猫狗不适 只能送宠物医院 不但收费高昂 且面对同样的中风问题 爱犬还是没治好 现在懂了原始点 爱猫不但免受不必要伤害 且过程合乎自然 并能每天与它共同努力 见证它发挥自愈力而痊愈 这感觉多好 十三岁老猫中风后 可于短短一周后好起来 真的太厉害了 感恩原始点